看我手上是什么 这就是现在所有CPU里最强的存在 AMD的全新线程撕裂者Pro 9995WX 售价高达10万元人民币 它有多强呢 它有96个Z5全大核 384Mbps的L3缓存 支持8通道内存 而与此同时 TPU最高也可以跑到5.4GHz 可以说当你把CPU的核心数和频率全部拉满的时候 那就是这颗9995WX了 这代现成撕裂者和前代一样 同样分为4通道内存的普通现成撕裂者 和8通道内存的现成撕裂者Pro 普通现成撕裂者有从24核的9960X 到64核的9980X三款 而现成撕裂者Pro则是覆盖了从12核的9945WX 到今天我们要测试的96核的9995WX 总共6款处理器 所有这些现成撕裂者9000系都是基于任务架构 插槽则沿用了前代7000系现成撕裂者的STR5插槽 它们的TDP也都定在了350W 当然这个功耗更多是出于对工作站散热标准配置的考虑 远远不是这些CPU能够跑到的功率上限 何况它们还可以超频 那么这样的CPU到底能比普通消费级最强的9950X枪多少呢? 它又到底能做什么? 性能上限又有多高呢? 咱们今天就来简单测测看吧 首先先来看看我们给这颗怪物搭配的主板 这是一颗来自华硕的Pro WS WRX90E Sage SE主板 EB版型 32加3加3加3加三项供电 支持最高2TB的DDR5 RECC6400内存和7个PCIe 5.0x16插槽 这个玩意除了拉满以外 我实在没什么别的词可以描述了 这玩意上面光辅助供电接口就有一大堆 而且官方就提供了双电源的支持 应该是可以实实在在的拉满TR处理器的恐怖主板 由于我们手头没有RTX PRO 6000 这次就只能用5090D夜神这样的入门级显卡 来搭配9995WX进行测试了 内存方面我们搭配了8通道的DDR5 644 256G RECC内存 测试默认PBO和PBO Enable解锁功耗墙两种模式的性能 接下来咱们直接开始测试 先来看看大伙儿最熟悉的Cinebench R23 在R23里 9995WX直接跑到了PBO Enable下18万分的成绩 这个比起消费级旗舰不到5万分的水平 简直是强到没边了 整个测试过程就像是加载图片一样快 横向对比的话 9995WX相比前代提升显著 默认功耗墙下相比前代提升了23% 而在PBO Enable下比前代提升了16% 单核性能也不弱 即便是比起9950X也没有很大的差距 对于这种巨古霸出器来说 这表现相当出色 我们记录了15轮R23测试时的LOG 原来它默认的PBO功耗限制只有306W 测试的时候频率只有三点几GHz 而PBO Enable之后则会直接跑到800W 这个时候全核频率高达4.7GHz 怪不得PBO Enable下的性能提升这么大 Cinebench 2024里它在PBO Enable下的成绩甚至能接近1万分 Cinebench 2024是个压力巨大且测试时长不短的项目 测试时长好像对于9995WX这颗CPU来说不太适用 这种级别的场景根本难不到这颗直逼1000W级别的怪物 相较于桌面级旗舰的9950X翻了接近4倍的性能 确实是相当残暴 那在下一个吃满CPU的测试Blender当中 9995WX再次上演了统制级的性能 PBO Enable下相较于桌面旗舰超过5倍的性能证明了它的实力 相较于前代也有显著的提升 另一个渲染器Vray里面 9995WX的表现同样也非常强 PBO Enable的情况下 9995WX已经快比7995WX强出一个9950X了 但是在非常看重内存性的7Zip里面 9995WX相较于前代的提升就比较有限了 看起来8通到6400的内存还是有点限制了这颗9995WX的发挥 也许只有到下一代线程撕裂者才有机会更上一层楼了 接下来我们来跑一个更综合的项目 Spec Workstation 测试套件 这个测试套件覆盖了23种工作站常见的工作负载 相较于咱们前面的把CPU的多核拉到极限的测试 Spec Workstation 测试是更接近于实际的工作负载的 不同于渲染测试里的结果 将近1000W的PBO Enable 在这里并没有比300多W的默认功耗墙强出太多 在大部分紫项里 9995WX相较于前代的提升都很明显 看起来在实际的工作站应用当中 306W的功耗墙其实并不是一个问题 由于这玩意儿的性能实在太强了 我们还尝试跑了一下虎地尼解算 在PBO开启的情况下它跑完我们这个项目的用时仅仅43分钟 这个速度不仅远远强于消费级的9950X 而且凭借着高频的优势 它的解算速度甚至不比服务器总共256核的双路iPIC 9754差多少 考虑到核心数只有双路iPIC 9754的三分之一多一点 它这个性能可以说是相当的惊人了 我说什么来着 核心多当然是很强 但是高频加多核全都要才配当地表最强 我们还尝试了部署本地大模型 我们在256G的内存下部署了完整的671B DeepSig大模型 但量化精度只能用相对低的1.58B 当然纯CPU跑全餐大模型确实还是有点吓人了 只有95WX这么强的性能也就跑了个不到6Token3秒的成绩 但其实这个性能的很大程度上是被内存带款给限制了 你可以看到PPU引内爆之后 它的这个土层的速度并不会有什么提升 但是土第一个层的速度有显著的提升 因为这部分才是真正持算力的部分 不过至少10万块的CPU确实能跑671B的大模型 内存你几乎可以无限的往上加 同样价格的显卡反而却未必做得到 对吧老虎 那么默认模式下的基准性能就测完了 那作为一颗解锁了超频的巨无霸CPU 我们怎么能不尝试一下超频呢 但仅仅是PPU引内爆响 这个功耗就已经超着1000W去了 你说我们在这手动超一超 随随便便不就破1000W了吗 这就算是最强的PC级水冷也很难压得住啊 所以我们是时候换个思路了 看这个就是我们自制的超级一体水啊 这可是真正的车规级散热 它的零件其实都是从我的宝马M4上拆起来的 你要知道宝马M4几乎可是这个世界上散热性能最好的民用车 这个冷排其实是M4上用来给进气顶冷散热的 尺寸大概是600×350 换句话说 这个冷排光面积就有5个360冷排那么大 这边的水泵同样来自M4 博士的 它的流量可以达到1200升每小时 标程压力0.6瓣 这个东西都能给轮上500马力的M4散热 应付你一个1000瓦的CPU还不是随随便便啊 再配上这个海鲜市场60块钱包油的 丰田汉兰达暴力扇 两个30厘米大风扇 光这风扇的最大功率都能超过100瓦 我们上机 开稿 最终我们把这个CPU超频到了全核心4.9GHz下 成功通过了Cinebench R23的测试 这个时候分数也差不多有19万分了 然而呢 这9995WX在我们这种水冷下 最终也还是没能打破5.0GHz的大观 但你猜是为啥啊 其实并不是我们这个超级水冷的性能不够强 而是这个CPU此时的顺势功耗实在太高了 这4.9GHz下 我们就已经记录到了超过2000瓦的顺势合金功耗 这个功耗直接就拉爆了我们的1600瓦电源 而且就算双电源给足电 2000瓦的顺势发热也足以拉爆我们的车轨级散热器 因为在这种级别的顺势发热面前 冷头才是最大的瓶颈 这冷排还是凉的 没办法 谁让冷头不是车轨级呢 看来要挑战这颗处理器的极限 还是得上液弹才行的 这个就是我们的Tony大叔最擅长的事了 不妨去他的视频里看看这颗9995WX在液弹下到底还有多少潜力吧 测到这里相信你也和我一样 已经被它地表最强的多核性能所征服了 但是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没找到答案 这9995WX频率又高 核心又多 刚好如果我特别有钱我就是要买个9995WX打游戏 它表现又如何呢 说干就干 CS2 启动 在默认的功耗墙下 9995WX的CS2帧数确实比7995WX高了不少 但是你要和消费级的9950X比还是差的有点多 2077的结果也是一样 9995WX确实会比7995WX强一点 但是还是远远不如9950X 况且这还不是X3D的版本 即便9995WX的多核锐屏 已经足够的高 并且搭配的还是64C32的内存 但在一般游戏里帧数其实还是远远不如消费器平台的 这个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 它的CCD实在太多了 游戏显然不需要用到这么多的核心 即便一组CCD已经会跑到很高的频率 但游戏的调度其实并没有那么聪明 所以说如果你真的有钱到要拿9995WX打游戏 那么我有两个办法可以帮你充实信心 一种是关掉11个CCD 只保留一组8个核心 把它变成一颗8通道内存的9700X 另一种方式就是用类似Processor Lasso的软件 把游戏锁到同一个CCD里去 反正不管是哪种方法 你都得把9995WX关成一颗9700X 或者是9950X才能提升它的游戏性能 那么有没有什么游戏是9995WX擅长的呢? 即便在最持CPU多核性能的游戏都市天机线二里 9995WX依然没能打赢9950X 其实在早期版本的天机线二里 TR的确是有优势的 但随着游戏起色大的更新之后 现在16核的旗舰桌面级CPU才是更为合理的选择 但奇怪的是 9995WX在天机线二里的性能反而没有795WX来得强 这个可能是因为CM BIOS还不完善 不过无论如何至少现成撕裂者确实不那么擅长打游戏 当然还有一种情况下 TR也能表现出超凡的游戏性能 那就是恰好你的预算只够买CPU 但刚好不够买一张显卡的时候 我们在不装显卡驱动的情况下运行GTA5 这个时候相当于这颗CPU直接代替了显卡的工作 强行渲染画面 当然根据我们之前的经验 Windows的软件渲染能调度的线程是比较有限的 仅仅能调用64个线程 于是我们关掉了超线程来跑GTA5 果然只有64个框框被吃满了 最终这颗9995WX在开启PBO的情况下 居然能够在不用显卡的时候跑出1080p十几帧的GTA5 这个帧数已经是妥妥高于3帧的电竞级水平了 不装显卡跑游戏这块 任务的现成撕裂者Pro绝对是孤独求败的 我们简单测试完了这颗TR Pro9995WX 不得不再次感叹一下 无敌意识真的很寂寞 这颗巨无霸CPU凑齐了高频加多核两个要素 结果就是造就了史无前例的强悍性能 与史无前例的恐怖功耗 在96核的恐怖规模下 还能达成接近5GHz的全核频率 这对于效率优先的工作战用户来说 无疑称得上是神兵利器 当然它的售价注定了它和普通人的距离相当遥远 但对于用得到的人来说 性能永远不会嫌多 目前它唯一的瓶颈可能就是IOD 依然延续了前代的设计 如果下代的TR的IOD能够有个显著提升 那我相信它的表现还能有再一次的明显进化 在孤独求败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喜欢这颗TR处理器的话 别忘了长按点赞支持我们一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